歡迎收看小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解決上次留下來的這個問題 用配方法來解這一坨 a x 平方加 b x 加 c 等於 0 那就配配看囉 大家還記不記得步驟呢 首先把常數趕到對面去 a x 平方加 b x 等於 負 c 接著除掉 x 平方向 所以是 x 平方加 b x 等 除了 要除 a 同除 a 所以是 a 分之 b a 分之 b x 等於 負的 a 分之 c 到目前為止沒問題 應該沒有吧 很簡單 下一步因為就是有點難做有點難想像 所以我們來這個乖乖的怎麼樣 控一行 下一步是括號 x 怎麼樣呢 填這個的一半 對不對 然後展開來 展開來的時候上面就直接抄下來 這個配方法 我這個配方法 這個步驟交久了 都會覺得自己在教食譜 接下來呢把它放到冰箱裡面 然後微波爐按三分鐘 展開來把它抄下來的時候 這個把它平方過來 所以你說配方法是不是其實就是 他們簡單的嘛 要注意喔 這個 2ab 2ab 它平方了之後 是這個 我們先算這裡 2ab要去平方 上面也要平方 下面要平方 所以是4a平方分之b平方 可以嗎 所以我這邊直接寫 這樣子 那會等於 那於是右邊 負ac也要加上4a平方分之b平方 OK 然後 這邊把它在這一步的時候把它整理起來 那整理起來的時候 就是把它趕到 把這兩個併起來 它是4a平方嘛 它的分母只有a嘛 所以我這個上下同乘4a 上下同乘4a的時候 我一樣把它算在這裡 省一下位置 這邊上下同乘4a 所以變成負的 4a平方 然後上面乘4a是4ac 加上下面 4a平方分之b平方 然後合併起來 然後合併起來的時候 因為這個地方這裡有負 這個是正的 所以我把這個寫前面 所以它會變成 4a平方分之b平方 先寫 4ac 這個就是這一邊 到這裡沒問題 這樣解決了這個 前面的那個步驟 來到了 我稱為這個階段性的目標 我們配方法 我們配方法就是要配出 完全平方式 這樣就配出來了 這樣我階段性目標完成之後 怎麼樣 開根號 開根號於是留下 x加2a分之b 對面開根號 一樣要摔在這裡 因為那個位置留得頗小 4a平方分之b平方-4ac 被開根號 然後要記得加正負 對不對 那留意 下面這個其實是可以拿出來的 所以4a平方 可以拿出來 它其實是2a 然後上面是正負 跟號b平方-4ac 也許有人已經發現 嗯 有點少 如果你是 已經上完了來複習 或者是 老師或家長 你就會發現 我們在幹嘛 所以它跟剛剛是多哥 2a分之 正負 根號b平方-4ac 然後最後這一步呢 就把它移過來 所以x等於 那因為分母都是2a 所以寫在一個分母上 2a分之-b正負 根號b平方-4ac ok 那麼來跟我唸一遍 2a分之-b正負 根號b平方-4ac 再唸一遍 2a分之-b正負 根號b平方-4ac 再唸一遍 2a分之-b正負 根號b平方-4ac 唸得順口一點 這個東西解出來 你會發現 我們在解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跟你講 a是多少b是多少c是多少 結果都可以解成這樣子 那就代表說 不管你abc是多少 最後一定就是這樣 然後你把abc帶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東西 2a分之-b正負 或者你講加減 根號b平方-4ac 這個東西就稱為公式解 我們前面介紹這個配方法 那有很多學生 他在學配方法的時候沒有學懂 因為他沒有被提醒說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這行先控著這個除一半 除一半抄上來 除一半然後再展開來回這一次 把這個抄下來 這個寫平方 這邊要記得加 這樣就好了 他沒有被提醒這樣子 所以他在學配方法的時候 每次看老師都配好快好流暢 他都不懂老師 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來的 這麼醜陋 所以配方法沒學好 等到學到公式解的時候 就好像在汪洋之中 發現一根浮木一樣 趕快巴住他 以後所有的題目 全部都用公式解來算 配方法就給他算了 算了不要管他 用公式解 如果題目一定要你用配方法 那題就送分了 那題就不寫 那這是不好的 你要了解配方法 了解配方法 還可以推出公式解 推出公式解的時候 可以練習配方法 那你了解配方法的話 公式解會對你來說更有意義 為什麼呢 你會發現這個東西 根畫裡面這條是什麼 就是配到一半的東西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的配方法 那如果你很熟悉配方法的話 你自己在出題目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可以想想看 就是說這個 我今天要出 假如我自己 你比如說 你假如是數學老師 或你是數學老師 我要出一題x平方 比如說加4x 我這裡要填到多少 才不會不小心算不出來 你看我們上次 有一題是誤解對不對 我這裡要填多少 才不會不小心誤解 你如果了解配方法的話 你這裡就會抓到一個值 那個值應該是多少 那我們下次再來講這件事情 大家不妨想想看 我這裡要填怎麼樣的數字 我如果填加1可不可以 我填加2可不可以 我如果填加10可不可以 那想想看 然後想想看為什麼 這個我們等一下可以來說結論 但是我們為什麼留到下一次再來講 大家想一想 所以說配方法很重要 那就是說很多學生 他因為配方法沒有學好 所以學到公式解的時候就矛起來 背起來 背起來之後你就會發現 我後來有一些學生 因為我可能是在二下才開始教他的之類的 那我就會發現 他都不會配方法都會用公式解而已 然後上著上著 因為到了國三下會學二元一次函數 那個時候會再重新教一次配方法 不一樣的 我們這個是解方程式 那個配方法是用來整理函數的 類似但是有一點點 我們不如就來用公式解算算看 這個2a分之 -b是-10 正-√b平方-4ac 所以是100 b平方-100 然後他這裡是加的 所以是減 減掉4乘以24乘1 4乘24是96 所以這個是4 那正-√4 那√4是2 所以這個是2分之-10正-2 -10-2是-12 -10加2是-8 所以這個是-6 or-4 如果是x平方加10x加30等於0 那麼一樣再來一次 2a分之-b-10 正-√b平方-100-4 -4xA3C是120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它變成2分之-10正-√-20 那因為根號裡面不能放負的 所以這個就無解了 可以嗎 這個社會會有一個行為 叫做通貨膨脹 大家有機會在電視上會看到 不能說行為 一個現象 那這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有的時候我們會聽到這個說法 通貨膨脹就是錢變薄 那什麼意思 就是說 一樣多的錢可以買的東西變少了 那為什麼會變少了呢 其實應該是反過來說 就是說 假設 假設這個世界上的東西一樣多 比如說有熊老師一隻 欸 熊老師 沒有帶來 等一下再講 算了 那個熊 比如說熊老師一隻 那熊老師一隻 我不會畫熊老師 比如說熊老師一隻 那現在呢 這個熊老師一隻100塊 假設這樣子 那過到明年的時候 熊老師還是一隻 可是 可是 可是明年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變得好有錢 大家都變得好有錢的時候 因為熊老師還是只有一隻 所以怎麼樣 會競標 那所以我這個熊老師拿出來 欸 100 那100就有人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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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120 熊老師這樣給我 我出120 那就有人說不要不要不要我出200 熊老師給我 那你就會發現熊老師會變 貴 那熊老師為什麼會變貴呢 會變到多貴呢 我們剛剛說大家變有錢 如果本來我們每個人都有1000塊 然後你願意花100塊去買熊老師 後來我們每個人都有2000塊的時候 因為你要買的東西還是那一些嘛 所以你願意花2000塊出來買東西 你願意花在熊老師上面的錢 就相當於可以想像它大概就是會變成200塊 也就是說你的錢如果東西都沒有變多 但是錢變多了 那其實你能買到的東西還是那麼多嘛 所以你就會花加倍的錢去買他們 那這個時候就是所謂錢變飽 我們說通貨膨脹 物價上漲 實質購買力下降 所謂通貨膨脹 就是說你一樣你的錢可能是變多了 或者說你的錢沒有變 不管 總而言之你實質的購買力是下降的 那為什麼要用通貨膨脹這個詞呢 所謂的通貨就是指錢 錢幣 指鈔硬幣 這一些都是用來流通的 流通的貨幣 所以他們叫通貨 那如果今天貨幣變多了 可是東西沒有變多 你的這個貨幣的價值就會減少 貨幣變多了 所以我們就稱為通貨膨脹 漲價的漲 膨脹 膨脹的膨是不是肉質變的 好像是 通貨膨脹 那這個就是通貨膨脹 那一般的情況下都會 比較容易有一點點的通貨膨脹 因為我們目前的這個金融制度 就是大家可以從未來借錢 所以假如說我現在有1000塊 然後可以去買東西 那生產 分配給大家的東西也剛好價值1000 比如說這個熊老師現在就是1000塊 然後你有1000塊可以買他 啊可是你想買 你想買你真的很想買 怎麼辦 借錢去跟銀行借 借200塊出來 那這個200塊你未來要還的嘛 可是先不管那麼多 借來花 所以你借來了之後你就會把 你就會拿1200塊出來買熊老師 買熊老師 那於是呢 你的買到的仍然是一隻熊老師 可是結果這個市場上流通的錢 就因為這樣子多了200塊 因為我們會從未來借錢 那可是你可能會想說 那我們也會還錢回未來啊 所以說 對這個200塊 總有一天你會還回去 那所以通貨膨脹 它需要維持一個正向的循環 就是說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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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膨脹 那如果今天大家對於未來的景氣很看好 因為我們想像中每個人工作做一做會加薪 想像中未來科技會進步 所以生產的東西會變多 那所以說很多東西就是 我應該以後還會賺吧 賺了再來還 如果我們有這種想像的話 我們就會比較喜歡 願意從未來借錢來花 那通貨膨脹就會一直維持下去 就是我今天跟未來借200塊 等到明天 假如說我明天要還 等到明天要還的時候我就想說 那反正我後來又會再賺更多嘛 好吧 那我就還它 然後再從後天再借200塊 比如說諸如此類的 那不介意大家這麼做 因為你很有可能猜錯 但是如果整個 除非你今天是以整個社會來看 整個社會我們想像科技進步 那所以如果說你真的會越賺越多的話 那你會去做這件事情 通貨膨脹就會發生 那如果說你沒有 你覺得大概台灣的薪資很難漲了 或者是你會覺得說 我跟你說那個房子一定會下跌 或者是你知道說今年的這個鳳梨盛產 然後都沒有人要買 那個台灣每年到中秋節就是這樣子 大家買文旦送來送去 今年文旦盛產沒有人要買就疊價 疊價之後就很多人把那個文旦的樹就砍掉 就柚子樹就砍掉 砍一砍明年文旦就不夠 就飆漲 然後就很多人跑來撞 然後後年文旦盛產 就這樣子 如果你已經知道了 這個未來東西會變很多 會不值錢 那你就會想說 那我先不要買 像我有熊老師買電腦就會這樣子 我都買那個超低階的電腦 我夠用就好了 因為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以後的東西會 以後的電腦會更好用又更便宜 因為事實上是這樣子 手機也是 要換以後再換 如果你大家都有這個想法的話 大家都不願意買東西 那就會發生通貨膨脹的想法 叫做通貨緊縮 可是通貨緊縮第一個 它一般來講不太容易發生 第二個 但是也不是說不會 也是會 日本就通貨緊縮 之前 過去幾年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通貨緊縮會讓大家錢越花越少 那你不花錢別人就賺不到 所以大家錢會越花越少 也越賺越少 其實心裡會不開心 會不爽 所以通貨緊縮對政治和大環境 社會環境 不見得正面 當然現在有很多人提倡 這個緊縮也可能不差 但是就是說以前的人會覺得說 還是要有一點點膨脹 感覺比較正面 你就對未來有希望 那 這個就是說通貨膨脹跟通貨緊縮 我們剛剛一開始說到 那為什麼去銀行借錢要付利息 就是因為大部分的情況下 我們想像通貨會膨脹 通貨會膨脹的話呢 也就是說現在的100塊 到將來 現在的100塊還買得起有熊老師 將來的100塊可能就買不起 那既然如此 當你去跟銀行借100塊出來的時候 你說好 那我明年再還你100塊 那銀行會說明年100塊 連一隻熊都買不起啊 那不行 我不要 你如果今年跟我借 你明年要還我 你今年跟我借100去買熊老師嗎 那你明年要還我 明年我看 大概熊老師會價值120吧 你明年要還我120 他就會這樣子覺得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一開始說的 這就是時間成本 所以你去跟銀行借東西 為什麼要給他利息 借錢為什麼要給他利息 因為今天的錢比明天的錢大一點點 因為通貨會膨脹 所以未來的錢會比較沒價值 那現在的錢會比較有價值一點 那所以反過來說你要去存錢 銀行會希望你存錢 因為他要借錢給人家 他自己要有錢可以借人家 所以他要吸引大家來存錢到他這裡來 好讓他借給人家 那他要吸引你來存錢 他也要付你時間成本 好 那他跟你這個 你存款的時候 他給你1%的利息 假設 他借給人家的時候他借2% 中間這一%他就賺走 那這個就是他銀行 營運的成本和他的獲利來源 當然實際上不是真的1%和2% 就是他借給人家的利息 比跟你借的還要來得多 那這就是銀行運作的機制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是這集的作業 很多 想想看 你可以用配方法 也可以用公式解 要注意一點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教的十字教成因四分解 並不一定對每一種題目都適用 他一定要能夠解出整數解的會比較好算 那要不然就是至少他的係數要 係數都整數 就是說他最後要是一個 我們所謂有理數 整數或分數的解才比較好算 那但是配方法和公式解 他是對任何的題目都可以去算的 那麼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兩次看 都可以進去 所以我們有自然去的